过度DIY会影响你的身高 专家一个公司算出你一周最多人DIY的次数 说到男生DIY在医学上来说呢 适当的DIY呢可以提高男生的愉悦感还有免疫力 但是过度DIY的话呢有些人说会影响身高哦 到底怎样才算是适度的DIY 怎样才算是频密的DIY呢 来自台湾泌尿科医师邱宏杰在YouTube分享到这些诱惑 他说到个人的身高呢是很多因素所造成的 实际上呢DIY呢不会直接 但是有可能间接影响我们的身高 所谓的过度就有可能是你熬夜DIY 影响到你正常生活正常的休息时间 所以呢这样就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身高 医生建议如果有过度DIY问题的话呢 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又或者是呢去找其他的运动来分散你的注意力 另外台湾宋父姓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洪宋真 他就分享了一个公式可以算出啊 你的DIY次数跟周期的上限是多少 很简单就是以你的年龄十位数乘以九 算出来的结果十位数呢就是你的周期 个位数呢就是你的次数哦 举个例子二十多岁的男性呢就是二乘以九等于十八 也就是说呢一个星期里面呢它的上限次数 二十八次的DIY 那这个计算结果呢随着年龄上涨 设计的次数也不 根据这个计算法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根据年龄的上涨呢你可以DIY的次数也会相对的减少 但是呢最终结果呢还是要看个人的体力啦 看你会不会因为这次DIY了过后呢隔天会不会精神不佳为准 其实说真的这些呢到底有没有医学根据还是很难标准的 要看大家如何去看待还有自身的身体情况而定 凡是比较过量那一定就不会有问题啦 你们相信这一个公式结果吗 也可以留言算一算你的DIY次数的上限